关东主来咯 有常过从加护病房推出来的关东主吗 你没看错 这里是台东基地教医院 特别选在圣诞节前夕 发起东基百货义卖活动 既然是百货公司 除了有各式各样食用商品外 当然少不了长蓬蓬的美食佳肴 早上六点半就已经有人在开始做了 每一个单位都很热心 而且都很热忱的对这次的活动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爱的表现 因为我毕竟是在基督教医院上班 所以很多东西是希望能够在有时间 有能力的时候能够多给别人这样子 那我们单位呢ICU每年都是做吃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在过时间 那起杯 刚刚说的 因为知道因为每年都会有一个圣诞意买 所以我们单位啊每年都很想参加 然后讲说那我们就是今年就是 一定要参加 然后大家就很热络的就提供了很多物品出来 然后还有就提供了那个银饿莲子汤 我们当会最养生的 就是为了要让在手术门口外的家属 能够有足够的体力照顾手术之后的病患 手术房第一次推出银饿莲子汤 果然深受喜爱 一小时内全卖完 紧急加煮一二锅 第一锅一个小时 卖完了 第一锅什么时候卖完 八点半到九点半 第一小时 第一小时就卖完了 谢谢 其实鼓到热肠的志工妈妈爱心不落人后 在一楼的挂号服务台 更是端出了妈妈的美味 50块的朋友赶快来哦 来你用我 你用我 还懂少不了的美食 当然就是原住民的招牌主食阿拜 伊师傅的同仁推着小餐车 从地下停车场端出香味扑鼻的阿拜 小米 芋头 南瓜多种口味 任君挑选 因为300个 所以我们就分配第一批是南瓜 100个第一天 第二天是糯米 第三天是小米 这样子 那一天全部一起煮 就是昨天全部一起煮 所以我们就做到11点多 煮到10点多 东木材哦 而且意麦的东西 我们不会说意麦 然后里面的猪肉很小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理解你的猪肉胖太多了 说意麦 因为有爱心 所以要给它更好吃 对 冬天12月 寒风逼近 民众也开始换上毛衣后外套 台东基督教医院的员工 自主响应冬季百货义麦活动 彻夜烹煮温热美食 要让每位走进医院里的民众 不只得到完善的医疗照护外 也能感受到员工们暖呼呼的心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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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